什么基础人员名单是交通部管 我们地方政府不知道 天哪 所以人不会因恶他说我是交通部管的 所以他就不会传染人家 华航诺福特饭店确诊病例已累积到28人 确诊者的足迹遍布双倍桃源 5日传出北市成功国宅有确诊及时足迹 也引起附近住户恐慌 对此台北市长柯文哲 5日受访时表示 民政局只能知道确诊的一般游客名单 这是个问题 至于放宽机组人员防疫管制 柯文哲说 他不太相信这套SOP每个专家都看过 如果SOP他看觉得有问题 相信他当年那些同事一定也会有问题 而至于北市是否要提高防疫层级 柯文哲认为还是要在疫情跟经济发展当中取得平衡 他的态度是照原定计划走 但会做好在活动前三天临时喊咖的准备 做每一个政治的决定那后果都很大 你要因为你要一封锁的话 从老人共餐到餐厅都要受影响太大 所以我们也不要随便下命令 所以我们这两天我们会仔细关注 会严密监测 而为何要发文提醒大家 可能已经达到一级社区感染 柯文哲表示 现在还有两例确诊没有找到感染源 这就是很明显的危险 新唐人牙电视正一号 红天风台湾台北报道